如果我以后有做错什么事情的话 要原谅我 讨厌我之前 不会讨厌 想一下我那么做的理由 我爱你 无时无刻 永远 八点在机场见面嘛 那个 见到叶叶了嘛 他到现在都遇到 手机没开机 他在最后关头改变想法了 已经没办法了 喂 你是哪位 手机的主人好像过失了 大叔 你不要开玩笑 大叔 叫他听电话 他跳到海里了 应该是被浪军走了 树草的警察打电话来 爷爷他居然跳海了 白夜童话